妳最近看她那麼瘋狂把子弟兵全部送到金鐘獎 有什麼感覺 我跟她認識的時候 就沒有認真在主持節目 但是如果當時的憲哥 有像那麼努力的在栽培她子弟兵 這樣栽培我的話 就不是今天 她還告訴我說 我跟Sunny說要跟佩晨姐姐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笑話嗎 憲哥 真的是 你最近IG有寫一句什麼 離開是為了最好的相遇 然後就被網友猜說 是不是婚姻狀況 因為我在斷捨離 婚姻的狀況天頓都有 不能看IG 離開是為了剛好相遇 是因為真的我在斷捨離 我在整理我的家 那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我真心捨不得丟 我一看到留了好幾十年 完全沒有用的東西 真的離開的話就會更好的相遇 因為你的衣櫥才會有 地方掛心的相遇 但是如果真的有安慰到你的話 也沒有問題 因為婚姻我們每天都會發生 不一樣的狀況 如果這樣有安慰到你也很好 我們一起加油 Jeggy秀有二十年了吧 對不對 你說我跟憲哥組織 那個有沒有二十年啊 我結婚的時候 我都還在組織 十多年啦 十多年 你最近看她那麼風光 把子弟兵全部送到金鐘獎 有什麼感覺 我跟她認識的時候 她都沒有認真在主持節目 她那時候的一心都還記得 她那時候在發展她的 LED 事業嗎 就是一次她硬拉我們去參觀她的工廠 我想說你每天這麼分心 到底如果當時的憲哥 有像那麼努力的在栽培她子弟弟 就這樣栽培我 就不是今天我 可見她都有私心 你看Sandy現在這樣子 她還告訴我說 我跟Sandy說 要跟憲神姐姐一樣 結果一活一樣笑話嗎 憲哥 真的是 你去工廠 氣耶 氣到我的心 你最近跟憲哥還有聯絡嗎 嗯 其實 她沒事都不會要聯絡 她只有需要 借錢還是什麼 沒有沒有 她有新產品 她都會跟我聯絡 她有要賣產品的時候 她都會跟我 偶爾聯絡一下 憲哥 我會跟她問安 畢竟她是 一個很好的長輩 我也要回來主持節目 會啦 我這麼好笑 你們有發現我其實真的很幽默嗎 還是因為妳太貴了 我 我也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要調整一下我的價格 對 其實都可以恰台好嗎 哈哈哈